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又買了豬肉回來 一邊就拿來煲湯,另外這一塊就只有肉餅吃 很多時候我們吃這類的肉餅,都會在街上買一些現成的豬肉 這次跟大家說一下兩者的分別 如果我們在街上買,怎麼買好呢? 自己手剪,自己攪,在外面找師傅攪,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首先,我不建議大家在外面買一些全部攪好的豬肉碎 我建議大家選一塊豬肉,或者買一塊煤頭,連賣肥 叫師傅起皮,洗乾淨一點,去攪碎它 或者你買一塊半肥瘦豬肉 這些就介乎煤頭和豬上肉之間 這些都是三十塊一斤 用來攪肉餅也是相當不錯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帶一些肥肉 因為攪肉餅不夠肥,就不好吃 如果你想那塊豬肉吃下去會比較爽一點 那你就可以介乎煤頭 至於很多網友都提問 怕外面攪碎豬肉不乾淨,或者擔憂 我也很明白 買回來,自己手剪也好,自己攪也好 其實也不是太難做的 那這些豬肉呢,我們回到這裏 你最好叫老闆 去做一些皮 和肥肉 那這些 肥肉和皮 我留下來炸豬油渣 你不要說 把所有肥肉都切掉 要保留一點 嘩,看起來好像很肥 其實這些豬肉呢 我們就叫做豬爽肉 我們有些鄉下的東西叫做冰肉 什麼叫做冰肉呢 用一些糖、燒酒醃了 現在我們就很簡單了 我們用水浸一浸 目的就是清潔一下 讓它浸浸的過程當中 有些新鮮豬肉 有些酥的味道 有些不好的味道 就把它浸一浸出來 同時間浸在同時 我們可以摸一下它 看看有沒有些比較硬 有些骨殘留在這裏 特別在家裡有些小朋友 有些老人家吃 我們都要檢查清楚 如果自己手剪或手攪 就會比較安心 至於蒸這些肉餅的配料 就釋除專便 這次像我這樣 就什麼材料都沒有 只有臘腸、鹹蛋 只有鹹蛋 就蒸滋腸鹹蛋 如果你有梅菜的話 就可以蒸梅菜肉餅 甚至乎在家裡有些土油 馬蹄、土油、對肉餅 也可以 鹹蛋 我們買鹹蛋 如何買好呢 我們還是要看看 那些黑色的灰 最好不要買到 全部變成白色 鹹蛋已經醃了很久 很老身 又會比較鹹 這些鹹蛋買回來之後 我們要把肉餅乾淨 然後把肉餅乾淨 然後把它打出來 再放在一邊備用就可以了 這次的肉餅 我們把薑米切下去 用你最上乘的刀工 你不要剝薑蓉 手切薑米 做肉餅 手切薑米 也是要自己做 你才可以吃的 你做過一次之後 你會愛上這種味道 這樣 有這麼幼 你就切這麼幼 然後切薑米 手切薑米 我也說過很多次 做白節雞 做成要自己做 你不要磨它 磨它 它就會有渣 你用手切 把薑裡的所有纖維 全部切斷 特別是冬天 這段期間 你拌一些薑米 在豬肉餅上蒸 真的很棒 放在一邊備用 這塊也不用了 這塊已經可以了 薑米已經準備好了 我現在有一條滋腸 這些滋腸 切就慢慢切 因為它會比較硬 你可以用熱水浸一浸去切 就容易切 否則 用一個最慢的速度 這樣就可以了 所有材料都準備好了 我們就切一點蔥花 加上菜菜 再放一點蔥花 每天看到 有些顏色水 有些小朋友 有老人家 這樣就很開心了 材料準備好之後 看看豬肉 浸了水約10分鐘 現在就清洗乾淨 洗到沒有粉紅色 有些血水 就可以了 洗了三四次之後 我們就隨即把豬肉去瓶水 在瓶水過程中 拿些紙巾出來 把豬肉 表面殘留所有的水分 吸乾去 因為豬肉如果太濕 不僅僅剁的時候 會很難剁 第二 你待會把醃料放進去 它會很難吃進去 所以現在我們要把豬肉抹在最乾深 抹到怎樣才行呢 有些少許黏住 就可以了 再瓶水 都瓶了很多水 然後現在我們要拿出來改刀 你用手剁也好 用雞攪也好 首先要把肥肉和瘦的猪肉分开 这些瘦的猪肉要切成一粒一粒 全部都是这样切 用机弄也好,用手刮也好 也要切成一粒一粒 务求把纤维,特别是白色筋纤维 这些都会有点硬的 全部都切断 先搅拌,就会容易搅拌 全部都切成一粒 做一粒手刮猪肉会不会很难呢? 不会很难的 因为要外出吃一粒手刮的肉饼 就真的很难 是比登天更难 为什么呢? 师傅人工贵 你吃一粒咸蛋蒸肉饼 你可以拿几千元出来吃 拿几百元吃一粒咸蛋肉饼 你又不愿意的 唯有要自己做 自己做是否很难呢? 不是很难 至于我们理解的方法就OK了 你如果说我不喜欢吃那么肥 肥猪肉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减少一点 我可以跟大家说 你在外面吃一粒肉饼 肥猪肉的份量是七对三 七成不是瘦肉 我们把肥猪肉拿到一边 我们先把肥猪肉拿到一边 先处理一下 用刀头去慢慢剥 一般家庭主婦 说我家里只有四餐刀 那怎么办呢? 星星师傅 不要紧 拿一部搅拌机 全部放在一起搅拌 那就OK了 有时针板的底部 你也要剪一些东西 这块毛巾是很重要的 第一 你不要这么容易移位 第二 你刀的角形当中 那块毛巾也有缓冲的作用 我刀了多久呢? 刀了一分钟左右 我刀了一分钟 现在就把猪肉放在一起 刀了 因为白色的猪肉 我们就不用刀到很碎 所以我们就分开处理 这样就最好了 那把猪肉放在一起 刀了一分钟 我头尾也是三分多四分钟 这样就已经可以了 你也不用刀到太过融 因为手堆肉饼你不要刀到太过融 最多这样就已经OK了 你家里有老人家小朋友 每天都吃到的 然后我们就拿出干净的碗 再放上去 随之间的醃料 那就第一个的咸蛋白 再放上去 再放一些胡椒粉 再放1汤匙生抽 先放1汤匙蠔油 加上半茶匙的生粉 加上2汤匙的水分 把所有醃料、蛋白、生粉 在这里拌均匀 一定要在这里拌均匀 用肉饼的醃料,不要直接放进去 它会不均匀 先把水拌均匀 然后慢慢放在这里 分开几次 放了少许放在这里 让醃料慢慢吃 然后放在这里 刚刚开始下煮菜 我建议大家用一手 感受一下醃肉 让肉吃进去 那种感觉 如果怕骚髒的话 就带上薄星的手套 如果怕骚髒的话 会进步得很快 特别是腌肉的环节 让它慢慢捡一下 一会儿 让你们拿下进去 再把它放到里面 然后把它切开 就会温馅一下 真的 可以把里面的水分 都要用在 такую 手中 再搅拌一搅一搅 至于肉饼软一点,软一点,松一点,紧一点 就视乎你下水分和蛋白 和你搅拌的时候,搅拌得均匀 我们叫做搅拌不搅拌,你搅拌得起的 蒸出来会比较软一点,不会有太多水 幸好你这次吃太多水,你又不搅拌 一旦蒸的时候,它很容易卸水 第二个卸水的现象,就是过熟 很多时候妈妈蒸这些肉饼,汁比肉饼更好吃 但很多时候,那些肉饼,做完后,会把水倒进去 到这个阶段,我们就搅拌两三下 目求让肉饼有点脏身 当你搅拌了两三下之后 把姜米搅拌到两三下之后 现在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姜米搅拌 让它有姜米的香味 我们就用一个碗出来 我们就薄薄地一浸 中间就放一个洞 洞也有些作用 我们还有一个主角 然后,我们要二划不雪 把腊肠放上去 如果不喜欢腊肠,可以放些土油和小魷鱼 再不然,可以拌一点梅菜 完成了 最后剩下的姜米 剩下的姜米 把肉饼铺在顶上 另外,独立分开蒸就会更好吃 我们想它更容易熟 我们在这边这些位置 就放一点洞 蒸了时,受热会更均匀 这些肉饼饼饼铺 那已经完成了 我们就刚刚进入下一步 开大火 将水煮滚 适量蒸肉丁,全部都是用大滚水去蒸 这些水千万不要冻水或不冻不热的水放进去蒸 我们一定要大滚水,务求尽快让它的热力锁了肉表面的水分 我们可以蒸肉丁,约蒸多久呢?8-10分钟 似乎你用明火够的水分,蒸8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用一些蒸焗炉的或蒸炉的,就蒸10分钟左右 必定会熟 在蒸感过程中,再跟大家再吹几句 做这些手剁肉丁,当然不要半夜三更,晨早起床就会去剁 我经常说,做每一样东西都顾己及人嘛 中午吃饭,十点凌时是一点钟做 或者晚上吃饭,晚上六点凌时做 这些没问题的 做这些手剁肉丁,真的要自己做才能吃 你放点心思时间,家人会吃得出来的 保持着大火,现在大约蒸8分钟 很多人曾经提问,卫生师傅,蒸8分钟熟不熟? 我们不需要去猜测,熟不熟? 每一次烹饭,烹调都是一个经验 等下8分钟,看一看 大家都看到 肉丁熟不熟呢 呈现的就是 它会收缩 它会飙水 飙出来的水是清洁的 代表肉丁一定熟 肉丁也有些过熟 我们先看它映出来的水份 它是相当多和清 蛇咬也不要倒入水 如果你在外面做,就淋上酥油和醬油 在家中就放一些葱花 手得肉饼就已经呈现了眼前 把手得肉饼的网友给个赞,喜欢吃咸蛋的网友,订阅职人的频道 如果喜欢吃姜米,就恭喜你,麻烦你加我频道会员继续吹,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那我就先吃饭,下条影片再跟大家吹,拜拜 我几时都说,懂得看还是看片尾呢 看片尾,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 现在很多家庭主婦,很多喜欢烹饪主食的人士,都有学烹饪班 烹饪班会教你什么,就教你看肉饼熟不熟 就是看外面的水,出来清洁的代表肉饼会熟 如果你看不到,最原始的方法 我们就把汤匙放进去,把汤匙放开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看不错 全部都熟了 一般来说,以外面做的经验,如果家庭够水蒸的肉饼,八分钟就必定熟了 不好意思,忘记得吃了 嗯,简单的简单,咸蛋,姜米,鸢腸蒸肉饼,很简单的家常味道 tan clips,哪像没有菜市面 위에鸡腿蒸肉饼,很简单的家常